塞普路斯國會否決徵收銀行存款稅後 東正教會主教克里索斯托莫斯二世 與總統阿納斯塔帕貴斯會面 表示願意抵押教會資產 購買國家債券 協助政府渡過財困 阿納斯塔帕貴斯其後又與所屬的民主大會黨 以及反對徵收銀行存款稅的勞動人民進步黨 與民主黨開會研究替代方案 而財長薩里斯就到了莫斯科尋求俄羅斯同意 延長25億歐元貸款到2020年以解延微之急 塞普路斯國會早前在沒有一票支持下 否決徵收銀行存款稅的議案 意味塞普路斯將不會得到國際援助 徵收銀行存款稅方案 建議向2萬至10萬歐元存戶徵稅8.75%稅款 10萬歐元以上就徵稅9.9% 2萬歐元以下存戶就獲豁免 原本預計可以徵收一次性58億歐元稅款 作為獲取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100億歐元援助貸款的條件之一 現在議案被否決 塞普路斯必須提出另一個歐盟可以接受的方案 增加政府收入 否則塞普路斯可能面臨破產被逼脫離歐元區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金營報導 我們下期見到